好大家好哈 咱们这一节往后呢 就给大家这个发这个案例啊 哎呀这一天这个这个学员太多 所以是这个嗓子 大家大点声放吧 可能有些有的时候都说不出话来 有的字不知道怎么一说话就吞掉 然后呢这个呃这个 从我师兄那儿要来了不少 我们这个去年在一起探讨讨论的一些案例啊 直接拿过来用了啊 那个咱们学员的这些八字 也不能拿出来给大家对吧 有这些隐私啊什么的啊 呃然后呢 我还不想用一些这个随便拿出来一个八字啊 这些我们都是讨论和验证过的啊 所以说给大家直接来讲 然后姓名就去掉了啊 那怎么说给人留一些隐私啊 然后呢给大家这个表格是我最早用的哈 就最早是有一个老道的一个师傅啊 其中参加的其中的一个小班的时候啊 给我们这个试用弟弟人一个这种表格 所以以后做顾客用 但是实际上做顾客呢 这个用不着这个表格啊 而且现在的这这一种网络比较盛行 然后电子比较那啥 有的都最早的时候有的都说 哎你是不是拿什么排版软件盘上直接发给我的啊 所以说直接跟他聊啊 直接跟他聊 直接用语言搞定他啊 然后呢这个很多学员也说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刚开始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啊 从头看到尾第二边也吸抠了一下 但是拿到一个八字就不知道从何下手 所以说先给大家一个框架 就用这个表格给大家一个框架 刚开始挺不错的啊 这个框架 然后大家知道第一步干什么啊 就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啊 这样大家有一个框架在 有一个流程在啊 就比较好比较好往上进行啊 然后过后大家成熟了之后 这个自己设定一个适合自己的啊 因为你这个可能对于时辰的分析啊 或者五行的分析啊 或者其他等等的这些分析先入手啊 为好比如说我就想跟顾客先说身体啊 我就想跟顾客先说他的性格啊 我就想跟顾客先说他的财等等等等 那你就到时候成熟之后 有你自己的一套东西啊 那就由于你属于自己的一套风格啊 都建议大家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啊 看自己的长数在哪 感兴趣的地方在哪 这是最重要的哈 然后大家先依据咱们这一个表格来啊 这个没有的光药哈 想要的光药 然后呢 先添上啊 什么阴力啊 阳力啊 性别啊 这是个女哈 这个排盘的时候 这个我没选 性别啊 这是个女啊 鼠兔啊 田令 还有这个 纳因 纳因没什么用啊 当时都是网上添啊 然后把它八字排上啊 然后姓名的这一个分析出来 这个姓名哈 姓名的话 这个五行 像百度一搜就有 我们比如说 搜一个章字 章啊 五行 啊 百度一下就有了哈 这一方面 这是很方便的哈 然后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拿到一个八字 要做什么 肯定要看他的身强与身弱 为什么选这个八字哈 啊 这个八字我感觉一目了然 哈哈 一目了然刚开始这个案例给大家比较容易一些的哈 一目了然 他是一个什么 肯定是强咯 对吧 看着根 三个根在 那么就把他的分析写上 叫什么 得令 咱们有一个表哈 给大家那个表 得令 得势 自作强根 啊 对吧 令 势 强根 年值又有根 对吧 那很强了 而且是过强啊 所以说叫能量过强 能量过强的情况之下 洗什么呢 洗科系号 所以说这个以木墙 他的科系号是什么呢 啊 就是土 啊 金 火 对吧 别说你到现在不知道科系号是什么意思啊 之间的关系 你赶紧回去从头抠啊 再从头抠啊 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啊 所以说 判定了他身强与身弱 还有他的喜用啊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他的名字 之前跟大家应该有提过哈 名字的力量其实不是很大 尤其咱们这个专业班在调整的时候 都建议去直接布相关的一个阵法啊 所以说呢 呃 为什么要写上呢 有一部分的这个顾客 他不认为啊 他认为名字 你像启名的这一个行业很火爆啊 赶名的行业很火爆 其实他的力量比较小一些啊 力量比较小一些 力量小的话 咱们还是建议顾客去布一些阵啊 做一些风水的调整啊 然后呢 刚开始把名字写上给顾客看啊 说你这个名字有哪里有欠缺啊 如果你想这个通过这一个名字这方面有一个收入的话啊 可以给他调一调名字改一改一名对吧 你看他整个那个名字是木金水啊 所以说他的喜用少 所以说这个喜用要补上啊 姓名没有补充喜用啊 土金火的这一个能量啊 就中间有个金啊 还是泄掉了啊 建议启名带有五行土金火的能量 补充后天的运势啊 以便提升什么 彩运观影和事业运啊 这要给他讲的 有些时候你觉得可能 这个你要直接给他调风水啊 这一方面没有必要 我跟你讲但是有的顾客啊 还是那句话啊 顾客的满意度是一百分啊 你可能你对他再好过后他不愿意用 他也不想用 所以说要沟通 这一方面要沟通的啊 有的时候没办法啊 时间长大家如果从事这个行业 说接触顾客多了 大家就明白了啊 所以实际的这一方面我要跟大家讲啊 然后把他的这个姓名弄上啊 如果说说启名的这一块 我跟你讲你知道他的就像之前有那个咨询问的说呢 老师有没有讲启名 我说启名太简单 最简单的你知道他的喜用就可以了 对吧 其他还有这个 大家去淘宝上搜启名软件 有的是 很便宜 几块钱 你就知道这些干启名的 就就弄一个喜用 或者直接书上直接画就出来了 对吧 有多简单 这个东西啊 而且他还这个三格啊 天格地格人格 三财这些都都在里 所以大家愿意做这个行业去淘宝弄一个那个那个软件就可以了 然后称谷算命最早我们也是天上的啊 2.8钱 对吧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 女命生来八字清 为善做事也无因 你把别人当晋升 别人对你讲引擎啊 就是袁天刚的称谷算命 但基本上不拿他都作为一个什么佐证呢 然后首先呢 我们第一步 知道了身强身弱之后 我们第一步要分析他的性格 那分析他的性格 咱们直接通过什么就可以分析啊 食神 对吧 他的食神的一个情况 食神的一个情况 我老说这个格局 其实大家刚开始不用在意他 那你说 比如说笔尖是不入格的啊 笔尖不入格 你就不考虑他的整个的笔尖吗 对吧 这么旺的一个 所以说刚刚那时 大家不要在乎什么格局 你看他哪一个力量是第一大 那笔尖的力量很大 对吧 他的什么是成格的 才是成格的 才是入格的 对吧 才透出有根 所以说这两个都要考虑 那么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笔尖旺啊 第二个就是才旺 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对照着表啊 或者之前给大家讲的课 这一方面就可以说他方面的性格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旺的啊 和所谓成格的啊 有这一方面性格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他的缺失方面啊 是他的性格 所以说大家简单的就可以断得出来啊 所以说这给大家简单的写了一下啊 性格好好啊 热心助人朋友多 对吧 做事容易坚持 必坚吗 对吧 但是脾气不好 总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呢 这一方面有个五行叫怒 目主肝胆 肝主怒 怒是什么啊 第一个是脾气啊 第一个脾气方面 一个外在的脾气啊 也不太好 因为这个太旺了啊 再有一个怒的一个情况下是什么啊 奴心 上面一个奴 下面一个心 奴心叫什么 憋屈 对吧 所以说叫生闷气 气大伤肝 所以说他肝胆不好 而且这么旺 肝胆不好呢 决断力怎么样 哎 就不太好 对吧 肝胆主决断 还有等等等等啊 都可以大家慢慢就往下分析 大家先简单的分析啊 然后爱发脾气 就是爱发脾气啊 爱发脾气 不会利用人 对吧 你这么旺 全在外面外散着 一点内脸没有 那是水啊 对吧 一点的这个藏纳都没有 这么造的一个八字 对吧 所以说不会利用人 这种人呢 会不会总会被人利用当枪使 尤其是这种 比肩 以朋友为中心的这种 有时候让人当枪使 虽然有这个上官生财 但是上官的力量不是太足 所以说口才不好 也没有什么石神 所以说心里有事 不会说 这种 奴嘛 所以说第一 我们利用这个石神来断 这一方面我想大家现在已经清澈熟路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这个大运流年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 给大家是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明白 大运流年这一块 给大家写了一个 2020年五六月份 夫妻吵架比较多 注意不要产生冲突 是通过什么看的呢 给大家停着吗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 看这两个图片 暂停一下 看的这个运势 为什么说这个五六月份 夫妻会吵架 暂停一下 思考一下再停 因为什么呢 大家看 子某 什么关系 子某行 为什么说他跟夫妻吵架 他不也是跟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父母 父母公卫不也有吗 为什么呢 因为 大家听不听一句话 说 你们两个今年的这个运势不太好 你们俩分开一下 不然会会吵架 会这个干战会离婚 你分开他 他就行不了 你不见面 他怎么行 对吧 所以说现在一般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 跟什么 跟夫妻 一家三口 这种 基本上98%99% 都不愿意跟父母在一起 有代工 在一个 就不方便在一起 总有冲突 在一个年轻人 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基本上就是两口子 对吧 在一起 一家三口在一起 所以说你天天跟妻子见面 他行的 肯定是你夫妻公 有问题 是你两个吵架 子某行 子某行 子某行是什么行 无理之行 无理之行 就没有理 一个理 这一个理 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理 找叉打架 你看他不顺眼 他看你不顺眼 为什么说是五六月份呢 本身这一年 两个子某一行 这关系 就不是那么太好 就是总是吵 天天寄个浪 寄个浪的 对吧 为什么五六月份呢 注意五六月份 这个流月星 天干什么 任鬼水 那么地支的这一个子 天干突然什么 力量增强 这要透出 天干突然有力量 那么他的力量就增大 力量一增大 怎么样 吵架就凶 所以说大家 要明白这个思路 然后再往下看 看到他这一个财运 劳碌命不会享受 为什么呢 为什么财运是 劳碌命不会享受呢 大家注意他的格局 这一个财 什么生财 时商生财 他整个的八字 什么旺呢 商官旺 对吧 所以说他的这个格局 属于商官生财格 时神有没有 有20%左右的力量 太小 太小 所以说他属于商官生财格 那么商官 考上 特点 口舌 上进心强 你想想 这种 他就不会享受 时神当然不用说了 这个大福神 对吧 所以说他是商官生财的这种格局 特点 就属于劳碌命 不会享受 那么建什么为财 建土为财 建土为财的话 木刻土吗 我刻着为财 能不能刻得出来 身强刻一刻得出来 对吧 适合做什么 土 土这类的 大家一搜有很多 不懂的 就是百度一搜就有 什么房产 园林 土地相关的 还有这一个什么 木刻土 什么口才方面 你别看他这一个 啊 这个口才方面 这个这个不行 不会说 但是他可以挣口才方面的钱 他可以后天进修 为什么 别忘了是土 土是什么 脾胃 开销于哪啊 口 对吧 哎 然后脾呢 又主要一个思虑 所以说思虑乱不好 但是通过后天的这一个啊 努力 这一个学习啊 可以也可以以这方面的为财 然后再往下看 八字的一个身体状况啊 这也是我常说的 大家最早可以 刚开始可以以这方面来 因为这方面 因为这方面比较简单啊 比较直观 而且准确率很高 所以说大家也 这个通过这一方面来啊 八字缺水 对吧 有灶 所以说这一个女性八字缺水 注意什么 妇科 肾 还有腰啊 腰属于肾的腹地啊 就是肾不好的 这个腹地也不好 对吧 哎 而且还什么呢 质 还有这一个质啊 慢慢都会受到一定的这一个影响啊 还有什么呢 储备力量 对吧 水煮什么 水煮财啊 水要藏得住啊 对吧 哎 所以说储备力量 这些都会受到影响啊 这是思路啊 给大家主要说是思路 身体方面呢 就很简单啊 缺水啊 注意这些 水呢 有煮的血液方面 也要注意啊 然后他这是木刻土 对吧 整个的八字是一个木土交战之项 他两个打架 对吧 所以说脾胃不好啊 脾胃不合啊 这种脾胃不合可能出现很多的这种啊 打嗝 脏气啊 对吧 然后有可能有这个什么 疤痕皮肤啊 有可能有这个皮肤方面的 一个问题啊 木刻土 主皮肤上面啊 然后再往下看子女的周公啊 子女工一个问题 大家看那个文字啊 子女闲孝 但是孩子比较叛逆啊 为什么呢 大家来这个思考一下哈 可以暂停啊 思考一下 那么子女工 都为什么呀 都为日元的喜用 对吧 大家不要把喜用忘了啊 光看什么 这个上官不是不好吗 对吧 这个都为什么都是他的喜用啊 都是他的喜用的情况之下 这个某须又何 看 对吧 而且呢 核化成功 天干又火引化啊 所以说他就变成了火 对吧 某须又变成了火 所以说子女工都是他的喜用啊 这种就叫什么呢 子女闲小 但是孩子叛逆啊 为什么伤官吗 伤官就是扛上 对吧 叛逆其重 呃 这个跟大人对着干 对吧 这种的没办法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孩子哈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 嗯 这一个孩子 补这个叛逆的 小少一些啊 实际情况啊 给大家就来说啊 小少一些 因为整个的现在人比较急躁 急躁影响的是什么 干 用眼又过度 干开窍一幕 反过来讲伤肝 哎呀 干又主怒 怒 又主外怒啊 所以说现在的人都比较急躁 有一些东西的脾气方面哈 都不是那么太好 对吧 啊 所以说有些是这个表现 有些是通病啊 大家这个要理解 作为一个合格的这个命理师的话 大家这方面都要理解 好 那么孩子比较叛逆 有没有方法呢 有啊 有方法 咱们这个专业班都有讲哈 相关的阵法呀 调整哈 都有讲 所有的这一些财呀 对吧 这一些合合呀 比如说夫妻 对吧 子某型的情况之下 对吧 怎么让他合 这个咱们这个专业都有讲哈 所以说大家专业班到时候过后直接跳到专业班去看就可以了哈 但是得打好点哈 那么行业刚才说八字兼土为财啊 适合做这个相关的行业 这种呢 比较容易刻的出来 比较赚钱啊 这个就这一块比较简单了 然后呢 贵人 贵人呢 要以什么呢 要以鼠鼠 这个鼠猴和鼠老鼠的人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吧 对吧 有的这个学员可以背这个 这个口诀就会背了哈 会在事业上有帮助的哈 然后呢 喜记 这就是建议了 那么给顾客的建议就是不建议你与朋友和同辈合作求财 为什么呢 先强不习比肩帮 对吧 太强了 你再来的话呢 我就物极必反了 不许比肩帮 那么合作呢 就容易破财 这个比肩就不是比肩了啊 就是劫财了 对吧 就变成了劫啊 可以什么呢 可以跟领导合作 为什么呢 为什么可以跟领导合作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 因为领导是什么呢 官呢 上级啊 对吧 哎 官是他的什么 官是他的喜用啊 对吧 刻我者为官杀嘛 对吧 可以利用领导的权力求财啊 可以和这个大老板合作啊 对方出钱自己不用出钱啊 或者这种空手偷白狼啊 或者是跟什么员工下主晚辈合作求财 为什么 大家思考一下 为什么 时商型啊 对吧 时商是他的喜用 时商代表的就是下主晚辈啊 代表了什么 子女性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思路 那其实你整个的看他这个格局 他适合干什么 适合搞建筑 对吧 做工程啊 这一些等等 那比较适合这一些 也是个风风火火外场跑的人啊 然后下面有一个这个 流年 这个大家就可以这个练习了啊 大家练习几个八字 其实这个思路就很清晰了 那么你看到这里 学到这里 其实你可能用了十天的时间 或者半个月的时间 你就可以分析出很多很多东西了 去跟那些所谓的大师和老先生PK 去跟他们PK一下 那么看哈 整个的一个2021年的一个建议 2021年有发财的机会 2021年有发财的机会 为什么呢 大家思考一下哈 但是注意父母的身体 还有自己的一个肝胆脾胃啊 所以极容易出现问题 尤其是他这个木啊 稍微增减点力量 所以为什么大家思考一下哈 首先说2021年有发财的机会 大家注意看 把这个流液先去掉哈 注意看 这十二个字 之间的一个关系 2021年 地支 丑 未 虚 怎么样 丑未虚三行 对吧 地支藏杆打架 对吧 地支藏杆打架 大家可以这一个理解一下哈 就是把其他的这个钢支打没了 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土了 因为土的力量大呀 啊 地支三行啊 对吧 就剩什么啊 就剩这个本器 土 就剩本器土的情况之下 土啊 他的身怎么样 身又强 土是他的什么 是他的财 啊 又以土为财 对吧 所以什么 有财 有发财的机会 有发财的机会 哪个月发财呢 就要看他的整个的一个流年 啊 整个的一个流月了 对吧 流月是 英期啊 啊 就要看他的流月了 一会来看他的流月哈 但是注意父母的身体 注意天干 天干的关系 父亲首先 什么关系 以心冲 对吧 哎 流年大运了 以心冲 冲到哪里啊 冲到他父亲 对吧 啊 冲到他的父亲 然后呢 财 旺的话 坏什么呀 坏印 啊 财旺的坏印 印是什么 生我者为印 印又代表自己的母亲 是吧 本身母亲的整个的一个情况 也是哈 也是木啊 也来科 对吧 然后财旺又坏印 然后就是自己的这个甘胆脾胃 会出现问题 啊 这个之前也说过了哈 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 对吧 来 所以说这个心经 刻了以目啊 又等于肝胆 肝胆又主决断 啊 所以说今年的决断力啊 思绪方面也乱 啊 这是思路哈 大家重要的是 是这个这个 这个听思路 不然的话给大家 这个一个表 大家可能来回一看 也看得明白了 对吧 啊 重要的是听思路哈 这是这一年的 啊 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往下看哈 我们就一个月 一个月来看 首先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走的是什么 耕吻月 对吧 耕吻 耕吻走了一个什么 劫财 劫财代表什么 花销比较大 所以说第一月 小心破财 啊 第一个月 要小心破财 第二个月呢 第二个月 大家看哈 注意父母身体 七杀 又代表着罚单 就代表着这一个 小官司 这一方面就代表着 一个罚三 罚单小官司 小口角 就是罚单这一类的 所以给大家举个例 写一下哈 就代表这一类东西 尤其注意父母身体 为什么呢 这个刘月又增加了 刘年的一个七杀运 啊 不是七杀的这一个强度 啊 又增强 心筋增强了吗 对吧 来磕 啊 所以是注意 这个父母的身体啊 小心这个小官司啊 小口角这一些七杀 然后呢 三月 三月是什么 失眠 烦躁 心情烦闷 为什么呢 大家再思考一下哈 三月什么 陈丑破 对吧 陈丑破的话 这一个陈丑破是什么 土破嘛 土代表着脾胃 对吧 代表着思虑啊 大家明白了这一方面 而且还有什么 藏着这个偏印在 对吧 所以说代表这一方面 主要是什么 脾胃的一个问题 啊 陈丑破 主要是脾胃的一个问题 啊 主土嘛 所以说你看他都是 这个这个你 你这个直到了某一方面啊 直到了这一方面原理啊 你看就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所以说短时间看明白 大家就多看几遍啊 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然后看这个四月 四月什么 不开心心情不好 防止发生口角 大家看一下四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四月是一个什么来了 萧绳呐 就是偏印 萧绳本来就没有实绳 对吧 萧绳 萧绳一来就萧绳夺实 对吧 就是都代表着不开心啊 心情不好啊 然后呢 防止这个发生口角 为什么呢 伤官嘛 对吧 本期是一个伤官啊 伤官就代表着口舌 对吧 代表着抗伤 代表着这个吵架啊 代表着心情不舒服 然后五月 五月是什么 小心因为孩子的问题破财 为什么 大家再思考一下 多思考哈 你要不要老老老听我听听听听 听快进好像什么都懂了 过后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对吧 思考一下 为什么 这样一个劫财 这样一个劫财的情况 是什么 这个 这个劫财呢 配着食神 食神是什么 食伤是什么 食伤是女性的子女性啊 对吧 所以说有可能是因为孩子的事情破财 或者是什么呢 食伤又代表 食神又代表什么呢 吃吃喝喝等等啊 这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就拿一句话举个例 你要分析能分出一堆了 所以说刚开始大家不要分析那么多 有的学员这个举一反三 还有这个联动性的 这一个思维很强啊 有的说说说说 都说出一堆了 但刚开始 你就先明白他什么意思 他代表什么啊 大概就是这 这方面的一个意思 你可以分析出很多了啊 也可能这月什么样 食神代表 吃喝玩乐 对吧 也可能是通过吃喝玩乐 这这些方面花销大 可能是你的顾客 这一方面多 你需要应酬啊 对吧 可能朋友突然之间 从外地来了 你应该吃吃喝喝 玩玩闹闹的 对吧 可能花钱大呀 对吧 然后呢 他也代表这个时尚星 对吧 代表着子女星啊 时尚星代表着子女星 可能是因为孩子啊 所以说这就是这一个思路啊 还是那句话 大家主要听思路啊 我老实重复这一话啊 大家别别嫌烦啊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就看六月 六月是什么 刚才断掉了啊 咱接着看这个六月啊 六月笔尖啊 配偏财 他代表着什么 签合的有登单 有钱进账啊 来看一下 这一个七月 七月注意不要和孩子吵架啊 这一方面 为什么呢 伤官的力量增强 对吧 然后七杀又通了个根 七杀的力量又通根 七杀的力量又增强了 然后呢 看这个八月 肝胆脾胃肺部疾病 不要与赵物抄价 抄价啊 某有是什么 冲的一个状态 啊 七杀又主什么 实质的病痛 对吧 又冲了哪啊 刚才是行 现在是冲 对吧 又冲了福气功 然后再来看 九月 有比大财进账 但是注意父母身体 咱们之前说了啊 这个2021年 有发财的机会 但是注意父母身体 那么究竟哪月发财呢 就是在九月啊 就是在这个金秋九月啊 很简单哈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也可以这个 这个这个思考一下 虚是什么啊 虚是酷 对吧 哎 大家可以 酷的话 大家可以对照那个表啊 然后丑未虚三行 天干见土 叫什么 哎 这叫力量增强 这有天干的一个影化 丑未虚 有天干的一个影啊 有天干的这一个透出啊 不是影化 天干的一个透出 力量增强 力量增强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变成了什么 15倍的力量 15倍的力量 又有身强 来磕 所以说 有比大财 然后还是那句话 财多 可能坏印 这一方面可以解决的哈 咱们这个专业班之间 就是这个 可以这个这个印啊 印可以给他 弄一个印吗 或者是比如说 变相的所谓的这个认干娘 那这一年 或者看这个父母好的话 认一个什么东西当干娘啊 这一方面是怎么来的 倒是咱们专业班会有脚啊 然后这样可以卸掉一部分 对这个印的一个损害啊 所以说9月是这种一个状况 10月有一笔意外的收入 很简单 偏财吗 对吧 但是因为学习花钱 因为学习花钱 这就很简单了 偏财 大家遇见他这种 大家记住啊 深墙的情况之下 遇见遇见财的话 就是基本上就直接就可以刻的出来啊 所以说看见财就直接啊 偏财嘛 不是稳定的收入 来一下就走了 所以说断定他是意外的一个财的 意外之财的收入啊 然后可能因为学习花钱啊 正印吗 代表着学习一个方面啊 代表着学习一个方面 然后下面有个什么 哎 下面有个结啊 印代表着什么呢 为什么说是因为学习花钱 还代表着什么呢 还代表着比如说你放生啊 比如说搞一些捐助 比如说咱们学院有一个有爱心的往福利院去跑啊 印代表着一定的一部分的一个爱心在啊 所以说这是正能量的一个正能量方面的一个花钱 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然后再往下看 注意夫妻吵架不开心 所以说整个这一年啊 整个这一年啊 这都要注意啊 这个夫妻吵架的这一个方面 为什么 哎 自貌行吗 对吧 自貌行吵架不开心 对吧 便宜吗 消神 对吧 而且还是增增脚 什么意思 金生水 便宜的力量又大 对吧 然后12月最后一个月 看最后一个月 是因为什么 因为钱财可能遇到小人 可能你挣了一笔钱 有人眼红 在背后彤彤鼓鼓你啊 这就属于 就因为钱财 有这个小人啊 这叫什么 财配杀 七杀 有一部分代表小人啊 咱们这个专业班课学员 就是这个这个 就郭三观 这个这个有有这一部分啊 这个他代表的是什么 啊 就有部分这一块 对吧 哎 代表的是小人 所以说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思路啊 我希望大家还是听思路啊 然后大家可以拿这个 没有表格惯我药啊 给你拿这个表格 先去尝试着断一下 你的朋友 从头到尾写一下啊 先断以往的 就拿以往的事情来实验 然后按照这个流程来 这样大家就有一个思路在了 对吧 来 然后大家想写多少就写多少 能分析多少分析多少啊 只要这个 这个这个 依据这一个思路啊 都可以啊 其实光包括性格方面 可以写出很多很多 对吧 包括哪一方面都写出很多很多 就给大家整个的一个举一个例子啊 然后咱们后期都是这样啊 都是这样大量的这一种啊 流年的一个分析 这样大家我相信 游戏区会进步非常快啊 尤其大家一定要配合着练习啊 配合着练习 好 这几课到这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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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